世上最没脾气的猫咪,被金毛当拖把使,喵,震惊天不想动。 我们经常听到遛狗,却从没听过遛猫的。 的确,狗狗喜欢出去遛打,而猫咪则喜欢宅在家里。 网友家便养了一只好动的金毛和一只懒得动的猫咪。 金毛作为一枚冷男,和猫咪相处的也算愉快。不过,今天它们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了。 每天晚上,主人都会带猪金毛出去遛打,而猫咪则独自在家。 可是,今天主人却想把猫咪也带出去。 是逢春暖花开的时节,主人想让猫咪出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,整天闷在家里怕事都要发霉了。 于是便给猫咪系上牵引绳,叫上金毛,走,今天猫咪和你一起出去玩。 听到主人这么一说,金毛立马兴奋起来,叼住戏在猫咪脖子上的牵引绳。 哇,走吧,金毛哥哥今天约你一起出去玩。 喵,瞥一眼给金毛,震惊天不想动。 看到猫咪躺在地上,没有想动的意思。 金毛便开启了拖的模式,只见他将猫咪从阳台一直拖到门口。 而猫咪也是毫无脾气,眼神里透露住空洞,又有金毛随意拖行。 这可能是史上最没脾气的猫咪了。 喵,你尽管啦,我用脚走一步算我输。 最后,金毛愣是帮主人把他拖的钱钱,也是没能将猫咪拽起来。 看猫咪如此倔强不起,主人想带他出去的想法只好作罢。 关于带猫咪出去,兽医小明要给大家提个醒,猫咪习惯了闷在家里,主人突然带出去,他会恐惧的。 如果一定要带猫咪出去,可以装在太空包里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雷同纯熟巧合,有疑问可以联系兽医小明。 如果有宠物健康和养宠问题,关注兽医小明微信公众号CWXLVJ进行咨询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